面对异常多变的天气状况 新北市启动全灾情智慧化 指挥监控中心EDP 以及新北灾讯一点通 除了让工部门可以更快获得灾前预警分析 及灾情状况 也让民众能够及时掌握灾害各项讯息 有效避灾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气候变迁 极端的天气状况常让人措手不及 为了能够更精准地掌握防救灾讯息 新北市启动全灾情智慧化指挥监控中心EDP 以及新北灾讯一点通 新北市政府指出 每当灾害来临 民众最常遇到的就是讯息混乱 不知道灾况 不知道去哪必灾等等 8月上线启用的新北灾讯一点通 整合了多方防救灾资讯平台 提供民众息息相关的停班停客 停水停电 灾时交通 风桥风路 环境医疗 活动异动等六项灾害及时讯息 并且运用GPS功能 客制化防灾资讯 提供使用者所在区域两公里范围 周遭灾况视觉化资讯 让民众只要在手机上轻松一点 就能够立即获知各种灾讯 有效的避灾远离灾害 另外 由于新北市福远广 辖内有88%的面积属于山坡地 因此灾害类型复杂多元 透过全灾型智慧化指挥中心EDP 整合中央与地方64个防救灾资料库 以及8万笔监控数据 并且具有灾前预警分析 灾情视觉化分析管理 多元灾情影像等功能 解决以往在防救灾时 经常面临的控管汇整和决策三大难题 新北市政府表示 防灾科技的运用是世界趋势 未来会持续在EDP系统和灾讯一点通 纳入各类潜在灾害 建制防救灾的大数据 并且在产观学研共同合作下 打造新北智能防灾城市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